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 有幾千年悠久的歷史 中華民族就是以高度的智慧和創造力 在科技發展上 製造了很多先進和優秀的成就 亦都可以創造燦爛輝煌的文化 尤其以造紙術、印刷術、紫藍針和火藥 對人類文明有很大影響 我們就會就中國古代四大發明 和大家早一介紹一下 麗家,有沒有想過在紫發明之前 那些人用什麼來記錄文字呢? 嗯,我所知的就是古埃及人 他們會用生長在尼羅河水邊的一種水草來寫字 文樂,你有其他例子嗎? 我就知道古印度人 會在一種大棕櫚樹的葉上來寫字 嗯,還有古代歐洲人 他們會把文字記錄在羊皮上面 那到底古代的中國人 又在什麼上面來寫字呢? 張大人,你的臉色不是很好 是啊,近日我感染了風寒 麻煩你幫我撿包藥吧 沒問題的,你等一等吧 很快我就撿好給你了 這些是什麼來的? 上面好像黑了一些東西似的 這些是龍骨,好藥材 到底是誰在這些龜殼上刻字呢? 我明白了 這些是老祖宗留下的文字 那時也沒有發明紙的 遠古的時代,當人類發明了簡單的文字 他們就很想將發生的事情做記錄和書寫 但寫在哪裡呢? 簡單一點就是用刀刻在龜殼上面 又或者野獸的骨頭上面 這些就是甲骨文了 甲骨文在三千多年前 相代用來占卜的文字 也是最早發現 刻在野獸骨頭和龜甲上面的中國文字 在中國的恩商時期 暴落之間經常發生戰爭 由於當時還沒有紙 所以重要的事情都是刻在甲骨上面 又或者住在頂上面 而住在頂上面的文字就叫做金文 如果每次寫字都要刻在龜甲上面 那到底要多少隻烏龜才夠呢? 如果每天把龜去刻字 那烏龜豈不是會絕種嗎? 那到底有什麼辦法呢? 咦?這些竹面也挺硬的 可不可以在這些竹上面刻字的呢? 你幫我手撞竹下來 再削成一片片嘗嘗嘗 可以啊 還沒有刻在龜甲上面那麼辛苦 就是這樣 人們逐漸將文字寫在竹片和木片上面 叫做竹简和木简 然後將竹简或者木简 用繩橫串上下兩頭連在一起 而一本書中的竹木简 就叫做一篇或者一冊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中文的拆字 就是由四片竹简 全連起來的形狀來的? 這些简都幾重的 而且一片竹又不寫得好多個字 一篇幾萬字的文章 限限地都要用到三千多片简那麼多 要兩個人合力才可以抬地動啊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 人們開始用墨將文字寫在又薄又輕的絲白上面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但可惜絲白太貴了 在當時要用幾百斤米的價錢 才可以買到一塊絲白 相公 鞋兒都長大了 是時候送她去讀書了 我們這麼窮 哪有這麼多錢啊 幸好今年春蟬豐收 好的简就可以抽絲 似一等的简就可以打絲面 那賣了之後 我們就有錢送她去讀書咯 嘩不定啊 還有錢建一間大屋咯 娘子 你現在幫我手 將這些不能夠抽絲的蠶繭 放在一張蓆上面 再浸在水裡面 娘春 為何要打蠶繭啊 這樣才可以將些繭皮打出絲來 用來做絲綿 打完之後 再要將絲綿曬乾的 娘春 在法席上面有些綿片 可不可以給一些我來畫畫啊 不行的孩兒 這些是要送給官家的人寫字用的 不如我給這些碎麻片你 因為這些麻片賣不到錢 你就拿去畫畫吧 由考古發現 原來漢朝之前 中國人已經利用麻 和樹皮等植物纖維來做紙 從流傳下來的紙來看 因為經過了那麼久 顏色已經改變了 而且質料是粗糙和不均勻的 但是對於幾千年前科技不發達的時候 人類就有這項發明 的確令人敬佩的 到了東漢的時候 有一個造紙很厲害的人叫做蔡倫 為甚麼他做紙會那麼厲害 原來是這樣 看了一整天這麼重的竹筋 真的很累 讓我去外面逛逛 讓我去外面逛逛 他們在做甚麼呢 原來他們為了能夠做成絲綿和麻沙 就在這裡用棒櫥 櫥打蠶鉗和麻皮 麻和蠶鉗可以隨成碎片來寫字 那麼樹皮、破布、舊魚網 又行不行的呢 於是第二天一早 蔡倫找了幾個工匠幫他手 你們去找些樹皮、碼頭、舊布 和爛魚網回來 你吩咐的東西都找齊了 你們將這些東西切碎 搭成一堆加水勾浸 為甚麼浸了那麼久 東西都是一塊一塊的 對了 要用木棍大力攪到稀爛 再將它中倒 然後加入石灰蒸煮 再將精爛的醬料用清水徹底洗淨 製成紙漿 紙漿要薄薄地倒在竹簾上面 然後壓走水份 再放在陽光下面曬乾 大人 紙又白又平 好漂亮呀 快點拿筆麥來試試 蔡倫 你做紙有功 朕就封你為龍亭喉了 射閉下欣典 自蔡倫之後 造紙業在民間發展起來 原料越來越多 造紙工房的規模也越來越大 在人類的文化史上 可能沒有一樣 比造紙和印刷術更重要的貢獻 中國發明造紙術的時候 歐洲人對這項發明 仍然是一無阻止 中國的造紙術 在唐朝的時候 開始傳到阿拉伯 又由阿拉伯輾轉傳到歐洲 自從發明造紙術之後 造紙工匠根據經驗 無論由原料 工具 和製作方法 都不斷改進 現時 很多國家的造紙廠 包括中國在內 都能夠生產出品質高 而價錢有相宜的紙 造紙術的發明 帶動了書籍的流通 亦間接促成印刷術的發展 現在我們很容易就可以用印刷機 去印刷報紙和書籍 但是古時的中國人 到底是怎樣發明印刷術的呢 東漢時期 已經有紙的出現 但人們還未懂得印刷技術 所以書籍 是要靠人手去抄寫 這樣就令到抄書的風氣 在全國盛行起來 但是你有抄 我有抄 越抄 就容易會出錯 你們怎樣抄書的 不是抄錯字 就是對錯行 石像 你給我將這些經書刻在石碑上面 讓它們對著來抄 現在有得給你們對 不要再抄錯 那麼多 怎麼抄啊 抄不完都要抄的 不是先生會不高興的 咦 那邊的人在做甚麼呢 不如過去看看吧 他們為甚麼把濕紙 鋪在石碑上面呢 還用尖著墨汁的面球 輕輕地拍打張紙 他們把一張紙揭回來 看看 那些紙可以印出來 還有黑底白紙 這個辦法不錯 又快折 又不會印錯字 我們快點去抄印幾張吧 這種複印的方法叫做 塔碑 在公元四世紀開始 這種塔碑的方法已經廣泛流行 在印刷術發明之前 這種是複製圖畫和文字的主要方法 在三千多年前 中國的雕刻技術已經很成熟 有一種很特別的印字方法 叫做印章 亦都叫做圖章 方法就是把字反轉地刻在木、石或銅面上 再銅上顏料 印在紙上就會成為正體字 隨著社會的發展 對書籍的需求增加 用石碑和印章去複製文章 遠遠不能夠滿足社會的需要 可不可以刻快點 還要印很多篇 等著印的 石那麼硬 每天只可以刻兩三毫 想快點都不行 如果可以刻在木板上面 應該會快很多 講得都有道理 我們不妨試一試 於是他們就找人刨木板 然後將文字、圖畫 反刻在木板上面 再塗上墨汁 再裝白紙、覆在黑板上面 用布在紙張上面 來來回回地印壓 這樣就成為最早的刁板印刷技術 這一項技術 在徐堂時期已經很流行 刁板印刷無疑是印刷術的一大進步 但是每人一本書都要用上大量的刁板 而儲藏這些刁板就成為一個問題 還有 刁板像生生虎虎地刻了一塊板 但是 如果只要錯了幾個字 整塊板就會沒用 這樣不單止浪費工匠的心機 還會耽誤出書的時間 直到這個人的出現 才將問題解決 畢星是宋朝時候 杭州一家印書坊的刁板工匠 他經常體驗到刁黑像的辛苦 只不過刻錯了幾個字 就成塊板變得沒用 還耽誤了出書時間 可否有辦法補救呢 把錯了那個字刮了它 然後再刻一個字補進去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方法很好啊 有一個更加好的辦法 就是與其整塊板去刻 不如逐個字刻 將要印日文章的字 排在一塊板上面 印完之後 將字套出來 又省人力 又省材料 是不是很好呢 你說用什麼 貼著字好呢 可以試用重鄉同立 看看行不行 可以 畢星就將些重鄉同立 填入一塊鐵板裡面 再在火上面烘烤 等些重鄉同立 融化之後 再冷卻回 一排排的字塊 就固定了 可以呀 那些字黏住了 那我們可以拿去印書 印完之後用火一烘 重鄉同立就會融回來 字塊就可以拆下來 到下次排版就可以再用了 這種方法 你說叫什麼好呢 既然能夠拼合 又能夠拆開 不如叫做抹字印刷 嗯 這個名字很貼切 那就是這樣叫 自從發明了這個印書方法之後 折省了更多時間 改錯都很容易 但經過多次印刷之後 抹在木上面的字 被墨汁浸到邊塞型 而當拆些字下來的時候 拆在木頭字上面的松香和蠟 怎麼洗都洗不掉 可以用什麼來代替木頭呢 不少發現了一種很黏的泥造木塊 放泥乾了之後 才在上面黑字 再好像燒瓷器一樣 放入窯裡面燒硬 這樣泥活字就燒成了 自泥活字之後 黑字變得容易 亦都不會變形 拼和拆都變得更加方便 到了元朝初年 更加開始使用銅活字印書 由塔碑印箱 雕板印刷到活字印刷 經歷了一段漫長的過程 隨著印刷水的進步 書籍可以大量地出版 對於知識的流傳 和文化的推廣 有很大的幫助 後來更影響到歐洲 發生文藝復興 而自古以來 中國就有大量的文學 歷史 天文地理等等 豐富的文化遺產 比後人學習前人的智慧 而我們作為中國人 除了認識 上述我國的偉大發明 更應該加倍努力學習 成先啟後 為發揚中國的文化 作出貢獻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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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成功 感谢观看